游戏圈出一个大厦小卡门 王者人号呢即将要涌入大量的老外 以后估计你们在玩完王者的时候呢 你们会遇到很多很多老外 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初级带你们来一一细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学会姐看你们所有的以后 有没有玩过王者人号这款游戏呢 或者呢是有听过这款王者人号这款游戏的话 点个赞 所以想看一下多少人 为什么初级说啊 以后呢你们玩王者人号这款游戏呢 你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老外呢 因为啊王者呢即将要推出王者全球服务 估计以目前小卡门都有提供王者人号的国际服 国际服的话呢就是猫包赖战或者是传说对决 虽然是国际服呀 可是呢还是有限制在一定的国家不能玩的 不过呢现在倒好 王者直接推出了王者全球服 就代表呢整个地球的人呢都能玩 只要你是地球人都能玩 老马呢也是进行了官宣 而且呢在7月呢也会进行了内测 既然是要出这个全球服 那么呢之前游戏出的那个英文bug呢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如果以目前小卡门呀 不知道什么是英文bug的话 可以看我这一期视频初解呢 之前已经说过了 之前呢初解呢是说 有人害客进他们的系统呢 恶意更改 现在的初解讲讲呀 应该是他们内部人员的恶意更改 内部人员呀 可以更改这个局内内部英文消息呢 应该就是为了测试一下 这个全球化的英文版本 当然呢如果以目前小卡门呢 完了王者人号呢太走了 如果突然间换取英文的话 你们会习惯吗 当然你们对此王者人号推出 这个全球化的版本 你们又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还在评论区留言哟 好了还没点按关注小卡 还没记得点赞公众 因为后续还有更好看 更刺激的内容哟 好了我是爱好粉丝们互动的秋姐 我们下期见拜拜 关注秋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